哈喽大家好 我是老高斯 咱们今天来讲罗斯威尔事件的外星人访谈录 大家知道75年前就1947年的时候 美国新墨西州罗斯威尔发生了一起震惊世界的飞碟坠毁事件 史称罗斯威尔事件 飞碟坠毁这个事情一开始就是美军自己说的 他们说回收了一个飞碟 然后紧急又辟谣说不是飞碟 是气氧气球 它展示了一些气球残片的照片 后来就不断出现罗斯威尔事件相关的一些信息 就有人说看见了飞碟 也有人说看见了外星人尸体等等 但是除了目击情报之外几乎没有物证 所以渐渐的这些说法都变成了都市传说 那么这个事情到今年已经75年了 所以大部分相关人员已经不在这个事件上了 不过在2008年的时候出现了一本书 再次把罗斯威尔事件推向了大众的事业 这本书的作者叫劳伦斯·斯宾塞 而这本书的内容来自一个叫做 马蒂尔达·马克·埃洛伊的女性 是原美国空军高级军事长 在1947年的时候就是罗斯威尔事件发生的时候 她只有23岁 是美军的一名护士 她说她参与了罗斯威尔事件 坠毁飞碟上的调查和救治工作 救治外星人 对 这本书是她授权 她是授权了这个叫斯宾塞的人出的 她说当时坠毁的确实是个飞碟 而且飞碟上有三个外星人 她赶到现场时有两个已经死了 有一个几乎没有受伤 活着 而马克·埃洛伊当时的工作 就是照顾这个活着的外星人 那么她在2007年9月12日的时候 也就是罗斯威尔事件发生60年后 将一封很长的信和一大堆的资料 这资料总共有10公斤中 寄送给了这个劳伦斯·斯宾塞 这个劳伦斯·斯宾塞 是罗斯威尔事件的一个专题作家 就常年跟踪这个事情 去挖掘这里边的细节 然后出书 出一些相关报道物的这么一个人 那么他俩是怎么认识呢 就是劳伦斯在1998年的时候 想撰写一本关于罗斯威尔事件的书 他通过一些秘密资料的调查 发现当天在罗斯威尔事件的现场 有一名女性护士 就是这个马克埃洛伊 于是通过各种手段联系上他 希望他能够提供当年一些 比较真实的资料 但是被马克埃洛伊拒绝了 虽然采访马克埃洛伊没有成功 但是这个劳伦斯·斯宾塞 出版了他的书之后 把他的书寄送给了马克埃洛伊一本 从此两个人就再也没有联系过了 直到2007月9月份 劳伦斯收到一个巨大的包裹 里面全都是罗斯威尔事件相关的资料 劳伦斯通过包裹上的地址 找过去了 发现这个马克埃洛伊已经死了 他这个东西寄出来 大概10天就到劳伦斯这 但劳伦斯打电话回去 他已经死了 什么意思 这个马克埃洛伊是安乐斯 他不是自然死 那怎么证明劳伦斯说的是真的 没有办法证明 就不好说了 对 你可以不相信 劳伦斯也没说你一定要相信 那现在能证明这个护士是安乐斯吗 这个可以证实 这老太太生活的地方 他那个房东可以证实 他当时联系回去的时候 也是房东接的他的电话 他房东跟他说 就老太太一家了 他有当时寄件的这个 这个邮件的寄信的地址 什么都是有的 但是劳伦斯说他已经销毁了 因为他想避免被调查和打扰 为什么这个事情这么严重 他要销毁这些东西 是这样的 就是在信中 马克埃洛伊说 他一生都生活在纠结这种 因为他知道 罗塞尔事件的几乎全部的秘密 但是他不能说 不能说有几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就是 他曾经被命令 这个事情要严格保密 第二原因就是 他的上级曾经跟他说过 保守这个秘密 就是保护人类 这个秘密一旦泄露出去 会危及人类的安全 第三个原因就是 他认识几个 也知道这个事情秘密的人 都意外死亡了 他觉得这些人的死亡 可能跟泄密有关 所以他在战战精灵中 过了一生 马克埃洛伊就这样 严格保守这个秘密 60年 最终他在决定安乐死那一刻 也决定把这个保守的 一辈子的秘密 公主于众 那就不保护人类了 他觉得 人类有权知道这些事情 再一个就是他真的不想 把这个事情带入坟墓 所以这就是一个临死爆料 一般情况临死爆料 可信度还是比较高的 就像我们以前讲过 那个稻息战争 那个人爆料了之后 很快就死了 这种的就是 不是为了金钱 或者卖输物的目的 出的这种爆料 相对来说 可信度高一点 马克埃洛伊说 他在1947年74日 正好在罗塞尔附近的 空军基地服役 当时他是一个护士 很普通的护士 当天收到了军方的命令之后 就火速赶往现场 亲眼看到了两个死掉的外星人 和一个活着的外星人 当时现场的军方人员 就有尝试 和这个活着的外星人进行沟通 但是又说话又比划又写字 这个外星人都没有什么反应 但是马克埃洛伊到了现场之后 突然感觉到 外星人好像通过意识交流 跟他取得了联系 他说他其实也不太确定 这是不是一种意识交流 因为他从来没有和动物 或者任何人有过意识交流 但是他觉得是一个 非常奇怪的体验 于是立刻报告了上级 说好像这个外星人在跟我说什么东西 他上次呢 马上就确认了现场 是否有其他人有类似的感觉 结果所有人都没有这个感觉 于是在进行了简短的会议之后 上级决定让这个马克埃洛伊 一直照顾这个活着的外星人 目的呢 就是看看是否能够取得 进一步的交流 而事实是之后呢 这个外星人跟这个马克埃洛伊 说了很多 就形成了这本书 这外星人最后活着吗 死掉了 怎么死的我也会讲 那么为什么只有他能够和外星人进行交流呢 他说起初他觉得和他的性别有关系 因为啊 据他的回忆 他是当时现场唯一一个女性 而且呢 他可能是当时唯一一个没有携带武器人 但是事实并不是这样的 后来外星人告诉了 为什么他可以和外星人这样交流 是有别的原因的 他很特别 后来这个外星人呢 被转送到罗斯威尔基地之后呢 马克埃洛伊就立刻被提高了军衔 从一个普通护士 一下提高到高级军事长 进而他的保密级别也被提高 就是可以参与一些更高级别的秘密计划 他的工资也被瞬间提高 原先一个月只有54美金 一下子提高了138美金 到了基地之后呢 军方的情报人员就为这个马克埃洛伊 准备了一份问题列表 让他尝试呢 去跟外星人沟通 问他几个问题 但其实他说他并不知道 怎么向外星人问问题 于是他就用一脸去想几个问题 看看外星人能不能接受到 深圣明是可以的 他说他和外星人这种交流 和大家想象来可能是不太一样的 并不是有一个清晰的声音 会给他回答 而是非常模糊的 非常概念很抽象的 外星人可能给他 传输一些图像符号文字 他都没见过的东西 他需要去猜 这是什么意思 这么不好交流 对 而且他也觉得 他猜的也不一定对 只是一种感觉 可是上次也有录像的 那个小灰人不是可以交流吗 对 他这个是不能交流 那个是 第一次来的时候 那个是三号外星人 这个是一号外星人 两个还相差了20年呢 那二号呢 二号以后我们再讲 他对这个外星人采访 是从1947年7月7号开始 也就是坠毁事件三天之后 而这个外星人 是在一个月之后就死掉 虽然他和这个外星人 接触的时间 仅仅不到一个月 但是还是从外星人口中 得到了很多很重要的信息 而且他说 每次和外星人进行这种意识沟通的时候 现场都有很多高级官员在上 有些人可能不在现场 也在那个单面反光镜的后面 全程呢 都是有录像录音 也有专门的笔记人员 除了军方的人员呢 现场还有医生 语言学家 心理学家 和密码学转家 他说这些人 其实都是临时赶到这个军事基地的 从全国各地 他说整个访谈的过程中 他实质上是没有任何机会 和这个外星人单独接触的 所以呢 他说他也没有什么独家爆料 他所知道的 他能说出来了 军方也都知道 那么外星人死了之后呢 他的工作也就完成了 他对这个外星人的访谈的内容 就成为了最高级别的机密 直到今天呢 也没有被公开过 但是他还是在临死之前呢 把这个事情呢 整理好之后 在2007年的9月3日 寄送给了劳伦斯 劳伦斯呢 是在9月12日收到 而劳伦斯根据马盖洛伊的遗院呢 把它整理成了一本书 在2005年的5月出版 书名呢 叫做外星人访谈录 劳伦斯说 马盖洛伊的所有原稿 他都毁掉了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 因为这里涉及到 最高级别的军事机密 就是如果这些原 他人都完了 就是如果这些原稿还存在的话 军方可能会来找他 但是他已经说了 上来就说了 我这原稿就没有了 你可以认为我这个书是编的 没有关系 我只想让世人知道有什么事 这个书的内容挺长的 我们今天就挑一些重点的分享给大家 有兴趣的观众 可以自己买来看一看 首先他们当天抓到这个外星人 就是后来很多资料中 都提到了1比1 就是外星生命体一号 也是人类抓到的第一个外星人 我们上次说的外星人审讯事件 就有录像是EB-E3 这个EB-E有名字叫Air 是当时飞碟的驾驶员 他说这个外星人 从任何角度都看不出性别 因为在他身上并没有找到生殖器官 甚至他身体内就是没有器官 没有器官 他是没有器官 身体结构和我们也完全不一样 躯体不是由细胞组成的 而是由特殊材质形成的 什么材质不知道 全身布满了 像我们神经网络一样的电子网络 所以它究竟是一个生命体 还是一个制造物 还是个傀儡 还是一个机器人 是什么都不知道 但是有一点是确定 它是活着的 只是不符合我们对于生物的定义 它是身高的大概1.2米 四肢非常纤细 躯干也很纤细 只有头很大 没有肌肉组织 所以四肢非常的无力 就勉强能站着 无力啊 对 想快速的奔跑什么都不行 猜测可能是因为 它们在宇宙空间中 因为没有重力 所以不需要太多的肌肉 就可以做到很多的事情 皮肤是灰色的 而且很光滑 手指和脚指都是三根 这个事情跟我们以前讲 外星人木乃伊是一致的 当时在病毒发现 外星人木乃伊 也是三根手指 三根脚指 没有内脏的 但是木乃伊发现是在2017年 而这个书出来是在2008年 就是不存在根据发现 写了这本书这个可能性 这是一个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 而且马格艾利亚说 外星人头上没有有效的 鼻子嘴巴和耳朵 就是耳朵根本都看不见 鼻子嘴巴可能有 但是无效 因为它没有肺 所以并不需要用鼻子吸气 嘴也没有 因为它没有消化器官 所以不需要进食 只有眼睛 就是整个脸上有用的东西 看上去只有眼睛 之前不也说过 小灰人是不能繁殖的 对对对 他们算不算生命体不太知道 有点类似于像机械生命体 他们应该猜测 这个家伙应该也是没有耳朵的 因为在宇宙空间没有空气 声音不能传播 所以它有耳朵没有用 但是它这样一个生理结构 就决定 它在UFO上就特别容易生存 在宇宙空间中也特别容易生存 因为它不需要水 不需要空气 不需要食物 这些系统都不需要 我们人类做的宇宙飞船 这些东西都得有才行 而它这样简单的身体结构 也决定了它可以承受 巨大的温度变化 巨大的气压变化 这和我们以前 对于UFO的分析也是一致 我们以前说过 UFO它是可以做 反物理法则的一些运动的 这就决定了 里边不能有像我们一样的生物 因为我们有血液 一旦它反物理法则 产生巨大的剂的话 我们的血液可能就会离开大脑 我们就会昏厥 但是它们没有血液 所以就没关系 这么看来的话 UFO真的是有驾驶员 只是它们的驾驶员 不会像我们一样 受到生理结构的局限 它们可以反物理法则的运动 而且它们可以 在复杂环境中生存 不论是急冷急热 有空气没空气 有水没水都没有问题 而我们人类的生理结构 决定了我们只能生活在地表 我们不适合作为UFO的驾驶员 为什么我们身体结构 如此不同呢 这个外星人 后来也是有解释的 那么外星人这个身体结构 虽然在宇宙中是无敌的 但是在地球上是有弱点 因为它们没有肌肉 而地球又有很大的重力 所以它们一旦进入地球的话 几乎就不能够任意走动了 它们就会被钉在椅子上 重力太大 所以在地球上 它们主要还是靠操控飞碟 来进行移动的 不能随便下来 下来之后回不去的可能性是有的 一旦坠回了 它们也是跑不掉的 它们怎么不带一些那种衣服下来 它们不需要 它们身体根本不需要 只是它们必出不掉重力 重力是没有办法隔绝的 所有其他问题它都解决 就重力解决不了 它到不了重力特别高的地方 合理 对啊 非常的合理 那么它的一双大眼睛 一直是这么的 好像没有眼见 马克勒一说 它不知道军方是否测试了 这个家伙的视力 但是它觉得这个家伙 视力非常的好 甚至可能会看到不可见光 就是红外星 紫外星 X光它都能看见 它如果真的能达到X光的范围的话 它就可以透视 就是即使在屋子里面 它也可以看到屋子外面 它在戴面镜 另一侧监视它的人 它能看到吗 应该可以看到 由于它不闭眼 也不呼吸 也没有心跳 所以它只要不动 你是不知道它是死 是活的 也没有声音 对 也没有声音 或者说它们和你一直交流的话 你就不知道它是活的 是这样一个生物体 而且马克雷一说 后来经过长时间观察 也发现它是不需要睡觉的 虽然这个家伙没有性别 但是马克雷一说 和他的交流过程中 他渐渐地发现 这个家伙有可能是个女性 他表现出了很多女性的一些 情怀 情结 那种感觉 这是他猜测的 究竟是不是女性 他不知道 他有像这个护士提问吗 他没有提问 接下来我们就进入访谈的核心部分 访谈是在罗瑟尔的美军基地进行的 马克雷说外星人被抓起来之后 接下来每天都在进行访谈 对他进行一种询问的 第一轮访谈主要问了一些 无关紧要的问题 目的就是为了试探 是否真的能够形成这种交流 比如说他们问了 你是否有受伤 外星人说没有 他这个不是说了没有 而是他感觉到外星人 好像摇头了 或者算否定了这个意思 是一种感觉 问他是否需要食物 他说不需要 问他是否需要特殊环境 比如说你需要有度高的温度 有什么样的湿度 他都说不需要 他不是怕光吗 三号不是怕光 三号怕光 他应该也怕光 他眼睛都闭不上 你想想 他不是闭不上 他没见过他眨眼 然后又问他说 你身上是否有携带 什么危险的细菌 或者污染物 他说太空里是没有细菌的 问他说 你为什么在罗斯威尔 这个地方出现 他说我们正在调查 放射性物质 问他你们的人之间 是怎么进行交流了 他说通过意识进行交流 那么这整个访谈 也全都是意识完成的 所以这个意识交流 算正常对他来说 那除了这个护士 没有人知道真假 对 这是这个事情 很大的一个问题 又问他说 你来自于哪个星球 他给这个马开洛伊 展示一个 星系群的一个图像 马开洛伊 也不知道这次哪儿啊 但是在明明之中 感觉到一个单词 叫domain 感觉到的 感觉到的 而后来知道了 这并不是一个星系群的名字 而是一个文明的名字 它来自一个叫domain的文明 真的有 是一个宇宙文明 很大的文明 这个文明后来 有些中文资料 把它翻译叫做统领地 它们统治了大概宇宙四分之一的面积 一开始呢 地球是不在它们统治范围之内的 而现在呢 是在它们统治范围之内的 而地球呢 距离它们的这个核心 也非常的遥远 属于在它们的边境的地方 其实我们地球 在两个文明的边境交界处 没人管 不是没人管 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地带 一会儿会讲 以前统治的地球这片 这个文明啊 叫做帝国文明 它们叫domain 那个叫帝国文明 而统领地管帝国文明 叫做旧帝国 帝国文明啊 历史更为悠久一些 地球呢 就正好在它们来的交界的地方 也就是说地球 其实是这两个文明的边疆 原先是帝国的 现在呢 是统领地 帝国文明什么样子啊 其实就是地球 现在城市的样子 这样啊 帝国文明的城市风格 和我们地球的城市风格是一样的 因为呢 我们地球人 大部分人都是从帝国文明出来 只是我们不知道 为什么不知道 他一会儿也会讲 这也就是为什么 我们和外星人 一些UFO的 他们那个开的飞机 长得不一样 帝国文明的飞机 像我们这样的 而这个统领地文明是飞碟 咱们的这个形态是不一样的 人种也不一样 人种也是不一样的 当然我现在给大家解释 这些都不是刚才 它这一个domain 这个单词解释出来 是后来知道的 我只是提前说给大家听 他当时只回答了domain 那么接下来就问说 那你为什么来到地球 他说为了保护 我们统领地的所有权 就是说地球 是他们的领土 他是来保护这片领土的 然后又问 为什么你们不想让地球人 知道你们的存在 他表达了几个概念 就是守护观察不接触 然后又问 说你们的人曾经来过地球吗 他回答说 周期性的反复进行观察 除了你们之外 有其他智慧生物 生活在这个宇宙中吗 回答 每个地方 我们是最高级别的 他们是最高级别的 对 他们是一个最高级别的文明 会不会他也是 同领地 星球来的比较能吹的一个 对对对 有可能 他当然说自己牛了 是吧 好这些就是第一天的访谈内容 他说这些访谈内容被笔记人寄下来之后 拿出去之后 军方的上级人员特别的开心 就证明了真的能够进行这种交流 但是仔细看了内容之后 上级人稍微有点失望 因为他们觉得外星人的回答太模糊 或者说他们有点怀疑 马克洛伊是否真的理解了外星人 想要表达的意思 是否全部表达清楚 再涨点工资 他可能表达的更清楚 说的更多一点 所以之后呢 马克洛伊就被送到一个办公室 在那待了几个小时 等待进一步的指示 然后一大堆的情报人员开始制定 第二轮访谈的这个问题列表 马克洛伊说他推测 当时应该有很多国家的高级官员 已经抵达了空军基地 他是上次跟他说了 下一次访谈的时候 会有一些其他的高级将领参加 以便于实时地向外星人提出 他们想要问的问题 结果第二轮访谈的时候 外星人却终止了和马克洛伊的 这个意识调调 他说他感觉不到外星人 传过了任何信息 只是看他静静地坐在那里 看到这个情况 当时很多在现场的人员 就退出了这个会议室 马克洛伊说他听到门外 有人在很大声的质疑 说这个应该是马克洛伊在瞎说 根本就不存在意识交流 就有人质疑他的真实性 因为这个事儿除了他 没有任何人证明他是真实 于是在接下来几天 这个马克洛伊没有能够见到 这个外星人 而军方请了很多高级的专家 去见了这个外星人 甚至包括一个叫 克里希纳穆迪的 来自印度的能够摇视的 就是有特异功能 但是最终所有人都失败了 于是没有办法 他们就让马克洛伊再去试了一次 其实劳伦斯在那本书里 确切地写到了很多人的名字 就是现场的人的名字 基本上都有写 就不是说来了一个什么专家 来了一个什么医生 不是都把他们的名字都写上了 这些名字也大幅增加了 这个事情的可信度 那么第二轮访谈 是在7月10日进行的 马克洛伊被要求质问一个问题 尝试是否能够再次进行交流 这个问题就是 你为什么不和我们交流了 结果外星人回答了 说我没有停止交流 其他人暗藏的恐惧 就是爱上马克洛伊的理解的话 就是他觉得其他人 对这个外星人是有恐惧心理的 而造成不能够对话的原因 是我们的恐惧心理 就是我们不相信这个外星人 或者我们觉得 它是个恐怖的生物 危险的生物 这个恐惧的心理 造成了这个心理上的交流 无法进行 而马克洛伊是个很单身的人 他甚至不知道 问这些问题的目的 根本不是他在问 所以就没有这种戒备 就能够形成这种交流 他一开始这样理解 其实有其他的原因 在最后有解答 先说原因 行 我也可以先说一点 原因就是马克洛伊 其实是他们一直在找的一个人 这个人有个特殊的身份 专门来找他的 倒不是 是偶然找到的 这么巧 这么巧 所以马克洛伊觉得 是这种敌意造成了 和外星人无法进行交流 而马克洛伊表示 当时是非常愿意 非常积极想参加这份工作的 因为他知道 这种工作应该不会有第二次 而且他当时也知道 军方已经开始散播谣言了 说我们并没有看到飞碟 也没有回收会碟 是一个气象气球 他就知道 这一定是个历史大实验 他深刻地感觉到 这份工作的意义 他说从那天起 他每次工作结束之后 都会被全副武装的人 还有几个黑衣人 就是穿着黑色西服的人 护送到宿舍 不能够与任何其他人接触 每天吃了饭 都会送到宿舍里边 第二天睡完觉醒来了之后 直接又会被送到审讯室去 就这样的生活过了好几周 那么第三轮访谈 在另一个屋子进行的 这屋子里就有更多的单面防光镜 而且还准备了一个小小的沙发 因为外星人 他的个子很小 原先他坐着正常的椅子 非常的不舒服 给他特意准备了一个舒服颜椅子 那么第三轮访谈内容 也是军方准备的 从这个问题列表中 你就能感觉到军方的意图 他们问说 你能够阅读或者书写地球的语言吗 外星人说不能 问你了解数字或者数学吗 他说是的 问你能够书写或画出 可以翻译成我们语言的符号或图画吗 他说不确定 问你有没有其他交流方式和方法 可以帮助我们更清晰地了解你的想法 他说没有 从这几个问题 大家都看出来 军方试图在寻找 其他和外星人交流的方式 这个事情 马开六一当时也有明显的感觉 他感觉军方在寻找各种可能性 把他从这个项目中提出 一方面是因为 他不是任何方面的专家 虽然他可能算是医学方面的专家 另一方面 是他的职位太低了 按理来说 不应该参加这个高级别的项目 上层也希望能够直接与这个外星人进行交流 以最大限度实现这个事情的保密性和可遭的一些 接着问 你能在一张星系图上 项目展示你家乡的行星的位置吗 外星人回答说不能 问 你的人需要多少时间才能查出你现在的位置 他说不知道 问 我们怎么才能让你明白我们对你没有敌意 外星人说 意图是明显的 问 为了让你在回答我们的问题时 感觉足够的安全 你需要我们做出什么样的保证或者证品 答 只和他说话 只有他听到 只有他提问 没有其他人 这个他就是马开德伊 马开德伊把这些问题的答案如实汇报给上级之后 引起了军方人强烈的质疑和不满 是的 他们完全无法理解外星人 为什么只和马开德伊一个人进行交流 他的用意是什么 不知道 其实马开德伊说他自己有点不解 所以他也和军方表示说 他可能没有完全理解外星人的意思 这个时候 一个语言学家帮了马开德伊把 他说是否正确理解外星人的意思 跟你的理解都没有关系 重要的是 我们双方要有一套共同的交流标准 可以是共同的语言 共同的符号系统都可以 但是必须是共同的 所以军方后来得出一个结论 就是说 要么让外星人学习我们的一种语言 要么让我们学习外星人的一种语言 显然 学习外星人的语言是不容易的 所以呢 就让这个外星人学习了我们的语言 真的 对 跟他沟通了 说你愿不愿意尝试了解我们一种语言 方便我们更准确的沟通 外星人同意了 于是他们向外星人提供了叫 麦加菲系列读本 是美国中小学采用比较多的一个阅读材料 里面有精美的插画 据说这个方法他很快就见效了 在接下来两周时间都没有访谈 都是让这个外星人一直在看书 他不需要休息 所以可以24小时 而在13天后 也就是7月24日的时候 外星人向马克雷语突然表示 我可以用你们的英语经营交流了 就这么快 于是从第四轮访谈开始 这个访谈的形式就完全不一样了 外星人没有在回答问题 而是他单方面一个人在演讲 就是说你问他什么问题都不回答了 他跟马克雷语讲了一个非常震撼的故事 外星人说他是统领地的一个军官 他们的银河系执行任务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 他的工作就是管理控制和保护 这些星系中的一些资源 地球也在他们的管辖范围之内 不过他们目前并没有打算让地球人知道他们的存在 理由稍后我会说 你现在说 现在不能说 因为你还没了解这个宇宙是什么结构的 但是他说他上一次和地球人接触的是八千年前的事情 更准确的 他有几亿年的受缘 他是不死的 他后来不是死的 你听我讲 其实不是真的死的 更准确的说是公元前5965年 他上一次来地球的时候 所以他并不会英语 因为英语是个比较年轻的语言 他会347种 就是银河系内部语言 唯有一种是地球上曾经用过的 就是凡文 他懂凡文 就是他八千年前来地球的时候 那个时候接触了凡文 他当时到了喜马拉雅山附近执行任务 执行什么任务我们最后说了 不好意思啊 我们今天有很多东西要最后来说的 把它一向完美收尾好一点 那么在这时候他又说出了一个大家无法理解的词 是他自己造的 他觉得这两个英文大词结合在一起 才能表达他这个意思 叫做It's B 他说他是It's B 我们人类也是It's B 这个It's B现在被翻译成叫做现在成为者 我觉得现在成为者这个词 可能大家更不容易理解 我把它理解为就叫灵魂 就是一种精神体的存在 就是他是精神体的存在 我们也是精神体的存在 我们实质上本体是一个灵魂 他说It's B这个东西 是不会产生也不会磨灭 是永恒存在 也就是说我们也好外星人也好 都是永恒存在 宇宙也没有更多的灵魂了 也没有更少的灵魂了 他说灵魂其实是诞生于宇宙诞生之前 灵魂诞生之后 这个灵魂就会产生一个宇宙 所以我们每一个灵魂都会产生一个宇宙 而我们为什么在一个宇宙里 是因为我们的宇宙融合了 所有在一起的人 他们的宇宙就会融合 而我们这个宇宙里融合的灵魂越多 它就会不断地膨胀 所以我们看到了宇宙膨胀现象 是因为我们这个宇宙里灵魂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大家都融合了这里 所以它在加速地膨胀 而宇宙的边界就是我们认知的边界 因为宇宙是由灵魂产生 由于灵魂是非物质的存在 所以灵魂是没有时间和空间的概念 宇宙是物质的存在 它是有时间空间的概念 而灵魂没有 这也造成灵魂其实可以在宇宙中任意传说 不受时间和空间的约束 灵魂在宇宙中可以单独存在 也可以寄生在任何物体上面 就任何物质上面 这个物质不一定是生命 没有生命的东西也可以 就是我们灵魂可以寄生在石头上 木头上都可以 灵魂是可以任意离开它的寄生体的 就是说我们寄生在石头里 我想出来就可以出来 我们寄生在肉体想出来就可以出来 所以我们的灵魂是可以 理论上是可以 任意离开身体 任意出窍都没有问题 但是我们现在失去了这个能力 它没有失去 它可以 那它有的时候不在这 对 它可以任意离开 那你说它就是没有死 它没有死 它只是离开了 对 死掉了只是它那个躯体 那它怎么不早点走啊 不说了吗 它为什么一定要和马开的一交流 跟这个是有关系的 那它那两个同伴也是 已经离开了 所以我们看到两个死的外星人 其实是两个死的躯体而已 那么多个灵魂也可以积聚在一个身体上 也是没有问题 多数人格 类似 但是究竟谁控制这个躯体 取决哪一个灵魂更为强大 灵魂的强大取决 谁的记忆更丰富 就是说 要丰富就行 对 不是记忆力强大 就是不不不 不是记忆力好 所以这个灵魂啊 在一生中要不断地学习 它就越来越强大 你这个灵魂强大的话 你就可以占据更多的身体 可以任意地离开 跟我们之前说的那个经验值 类似 差不多 那么即使肉体死了灵魂也不会磨灭 所以你 我 你都不会消失 我们其实是不会死的 那么人死的时候 按理来说灵魂会寄生到另一个小孩子身体里 对吧 这个小孩子身体是没有灵魂的 所以没有别人占据 你进去你就占据了 那么我们为什么投胎转世之后就没有了记忆呢 按理来说灵魂这个记忆应该一直有啊 他们的记忆是一直有的 我们人类的记忆会消失是一个特殊的原因造成的 这个我马上就讲 有的人会有之前的记忆 对 有的人会有啊 在讲这个原因之前 我们先讲一下它这个飞碟是怎么坠毁的 被人说他们驾驶飞船是到地球上来进行核实验调查的 美国的新墨西哥州那个地方不进行核实验吗 他们就在那个大气里边收集这个核放射性物质 结果被一道闪电击中 他们的飞船啊 是这样驾驶 就是他们是灵魂的存在嘛 所以他们的灵魂进入一个躯体当中 这个躯体是被他们专门设计的 这个躯体和飞船能够连接 所以他们能够用意识控制飞船 就是飞船上是没有驾驶杆的 都是用意识进行控制 而且是类似远程控制的 结果一道闪电打在飞船上 一个保护机制 让他们的这个躯体和飞船的连接断开了 所以飞船进入了一个不能够控制的状态 最终坠毁了 而他们灵魂可以随时抽离嘛 也就无所谓了啊 这个结构其实和阿凡达是非常类似的 阿凡达那个主角不就有一个阿凡达的躯体吗 和他是配对的 是通过DNA配对的 只有他的思想能够连接到这个躯体上 然后在潘多拉星球上生存嘛 而且潘多拉星球上 那些生命体都是可以互相连接的 那个马呀 那个龙都是连接上就可以控制嘛 和他这个飞船是一样的 所以原理是一模一样的 但是他这个故事比阿凡达要早 所以卡梅隆有可能参照这本书 或者说卡梅隆有可能知道外星人的真相 就是外星人就是这样来驾驶一些 不是知道吗 他去海沟里 对他去过海沟了 那么飞船坠毁之后 他两个同伴的灵魂就撤离了 而他呢 没有撤离 那么人类为什么做不到这件 就任意的离开躯体 又进入到其他人的躯体 其实原先是可以的 这是灵魂的一个固有能力 只是呢 这个能力呢 被封印了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 如果我们死了 如果灵魂不死的话 进入另一个婴儿的身体 我们应该是有记忆的 外星人的记忆就是永续的 其实我们和他们也是一样 也应该是永续的 为什么我们做不到呢 接下来我们把这所有的谜团 给大家解释一下 就是因为一个非常残酷的现实 外星人告诉马克爱罗一 地球其实是一个监狱 属于无限地狱那种 进来就别想出不去了 出不去了 无期徒刑 原先在帝国文明的时候 所有有罪的灵魂 都会被送到地球来 地球就是它一个边疆的 一个城市一样的 一个星球 都会被送到这 而这个监狱呢 一直就是帝国文明在管理的 里面原先也主要是 帝国文明的一些重刑犯 我们这些灵魂在地球上 就只能寄生在 这些不完善的躯体之上 就地球的生命体 其实是不完善的 他们的身体是完善的 又内勾压勾问的 什么都没有问题 但我们的躯体 是生老病死的嘛 所以我们这一辈子 要体会各种痛苦 从出生开始就是各种痛苦 但是我们的躯体死了 灵魂不死怎么办呢 帝国文明呢 就在地球外面 设置了一个结界和一个补灵网 补灵网 补灵网 这恩文用来捕捉 从地球上试图逃离的灵魂 或者就是从躯体里脱离的灵魂 我们死了 灵魂就出来了 就会被这个补灵网抓住 抓住之后呢 消除记忆 然后再会回到另一个躯体之中 这样不断地轮回 其实记忆啊 是不能够消除的 它只能封印 就是它能够封印 我们这一辈子的记忆 我们有时候还能想起来一点 有的人能够想起来一点 那有前世记忆的人 还很清晰的那种 是没有被消除 对 要么是没有被消除干净 就是没有被封印好 要么呢 就是压根没有被补灵网抓到 补灵网并不是百分之百准确的 为了让补灵网更加提高效率 能够把所有的灵魂的捕捉 我们这些灵魂被判刑 送往地球之前 会被植入两个信念 一个信念叫做向往光明 一个信念叫留在地球 就是在地球上灵魂 会认为我们在地球上 是有一个特殊使命的 我们不要离开地球 这个信念是有 第二个信念就是向往光明 这就是为什么 很多人在宾斯体验的时候 会看到强光 这个强光就是武灵网 我们就会 他会往那个地方走 对 我们就会故意地飘向那个地方 就会被他抓住 他就不用到处去抓了 那下次 你要不去的话 你就有可能保有原先的记忆 可是那是极乐世界啊 对 这是给你植入的信念 你会认为 那是我应该去的地方 那是温暖的 那是好的地方 我就放到那个地方去 就会被捕灵网抓到 你的记忆就会被消除 就是只要你穿过了 就倒过 你的记忆就没了 反正我就出不去 留在地球 就留在地球 也不是完全出不去 我们都是非常强大的灵魂 这些灵魂啊 不是那么容易被抓住的 因为我们这灵魂 有多少一年的知识和记忆啊 这就讲到了 为什么一定要消除记忆 就是我们过于强大 如果我们有个 比如说几亿年的知识和记忆的话 想逃出地球并不难 想冲破这个捕灵网也不难 这个跟现实监狱是一样的 进监狱的人都要进行洗脑 告诉你永远逃不出去 你要在这好好改造 好好做人 出去就有美好的生活 这就是监狱的工作 要进行洗脑 不能让你任意接触 外面的网络世界 和外面的知识 让你天天上网 可以随便查聊天 那是不可能的 我们犯了什么罪啊 对 接着就讲你犯了什么罪啊 一开始地球上官的 大部分真的是罪大恶劫的人 就是做了很多坏事的人 决定做了什么坏事 我们也想象不到 后来帝国文明 由于它腐败 它高度集权 就跟地球上的文明差不多 结果呢 后来被送到地球的 大部分都是反抗军 就是想搞革命的人 甚至包括艺术家 演员 作家 是吧 这些人呢 比如说写了一些 反对帝国文明的东西 就会被直接送到这个地方 所以地球上特别多艺术家 是这个原因 知道吗 演员也特别的多 但是最大恶极的人也是有的 什么样的人都有 只不过越来越多的 并不是最大恶极的人 而是后来来的一些反抗军 有反抗意识 反抗精神 不过来的时候就被洗脑 你就不记得你以前是干什么的 就在地球上你就觉得 我要一辈子一辈子 这么过下去 所以大家也不需要太担心 大家应该不是那些 最大恶极之人 我们都是有才华的人 对 有理想 有包袱的 只是和帝国文明 它不符 就被送到这个地方来了 进行无尽的轮回 就是无间地狱 但是在后来一万年前的时候 这个统领帝 发现了地球 然后就和帝国文明打起来 其实不是说因为发现地球 才和它打起来 就是因为和它打起来 结果发现这个监狱 而统领帝呢 就想解放我们 对 就想解放我们 因为我们主要是反抗军 就有想解放我们 结果直到他们把帝国文明赶走 地球的结界也没有能够破除 这个结界太强大了 现在已经赶走了 已经赶走了 但是结界破除不了 因为他说他们的人来都有可能被捕灵网给补住 再也出不来了 就进来就出不来了 不可能啊 肯定有方法可以的 不是 他们来是没关系 但是这个灵魂在躯体里还好 他们坐着飞碟能出去 但是有些人就一不小心在这死掉了 或者脱离的躯体就会被捕灵网抓到 一旦被抓到 所有记忆都没有了 就变成地球人 他说他们和这个帝国文明打得最严重 是在八千年前的时候 也就是他说他去喜马拉雅山那个时候 为什么去喜马拉雅山 是因为当时他们和帝国文明打得最激烈 于是想要解放我们地球人 于是派了三千人到地球上来 想从内部瓦解地球这个结界 当时他们这个三千人赶死队 这个任务的代号叫做 安诺纳奇 这帮人下来说是安诺纳奇 他们是这个任务的代号 下来三千人 想从内部唤醒人类的这个记忆 然后从内部瓦解这个记忆 结果这三千 梳理写的 梳理写的 结果这三千人下来之后 就没有音信了 联系不上 统领帝立刻就派了这个外星人 就是埃尔来到地球上 寻找这三千人 去喜马拉雅山 对 因为他们当时降落 就降落在喜马拉雅山 说是又到了中东那边去 他们降落到地球之后呢 了解了凡文 还问了当地人 说有没有看到 安诺纳奇这伙人 但当地人说 他们以前祖辈传说 天上有下的人叫匹施农 哦 印度教的 对对 石婆你这人 没听说安诺纳奇 安诺纳奇后来是在 伊拉克那边才听说的 但是没找到 说这双方人去哪了不知道 应该是变成地球人了 变成地球人就不好找了 就必须得有机会 进去得接触 看能不能沟通才知道 因为他们的灵魂 不是旧帝国的灵魂 但这个护士就是 阿诺纳奇 没错 他是阿诺纳奇的义员 找到了一个 他当时非常兴奋 所以没有离开去体 一直和这个护士 不停地说话 只和他说话 他也冒着 算是冒着风险嘛 想要告诉这个护士 其实你是谁 所以才拼命地看书嘛 看了两个礼拜 去学习以言 就是为了这个护士 根本就不是为了人类 那这个护士的灵魂 应该现在还在地球上 应该还在地球上 他也应该被捕灵王补过了 那他没有告诉你 这个护士怎么离开地球 无法离开 他们也没有办法 上去帮人离开 但是他们可以锁定这个灵魂 再找就不难 可以再带下来一个 小灰人的躯体给他呀 应该是 如果有机会的话 就说这灵魂一脱鞘 就不被这个捕灵王补到了 我还是有机会的 那么埃尔也告诉马开德伊 一个非常好的消息 就是说 虽然他们没有破坏 这个地球的结界 但是他们发现 这个结界会不定期的减弱 这个结界就是 镇压我们的意识 镇压我们一些能力 镇压我们记忆力的 这么一个东西 他说他一旦变弱的话 人类就会迎来一次大的发展 所以人类会在某一个时间点上 突然一下出来一帮子伟人 牛人 比如说孔子 孟子 苏格拉 底巴拉图 不都一个时期出来了吗 就是因为在那个时候 结界突然变弱了 这帮人一下想起了 自己以前的一些知识技能 就成为特别牛的人 就说这帮人都不知道 怎么来的一些知识 好像从天上下来的一些知识 其实他们原先的记忆而已 他说牛顿其实也是一样的 牛顿为什么知道万有引力 其实是他原先就知道 只不过 那个时候结界突然变弱了 在牛顿那个时期 也出了一帮很牛的物理学家 这个是会不定期的出现 像那个 像艺术家黄金创造时期 也是一样的 什么文艺复兴世界都跟你有关系 如果这个不变弱的话 我们的文明就是越来越弱的 因为我们不断地洗脑 越写复制造以前的事 所以能力越来越低 文明就越发展越慢 但是好在就是 它有时候会变弱 我们就会突然 往前发展一下 我们管这个叫奇异点了 但其实就是 结界变弱了 所以每次科技文化和艺术的 奇异点发生 都和结界变弱 有直接的关系 这也可以解释 为什么古文明 要比现代文明更强的暗性 就是比如说像金字塔之类的东西 为什么只有他们能建成 我们建不成 是因为他们那个时候 就是随便可以建的 但是到我们这 我们越来越弱 越来越弱 就无法模仿了 金字塔越见越小 越来越不像 不过好在近些年 又扁弱了一次 人类又突飞 往进发展一下 比如像瓦特 你把人又出来的时候 进行工业革命 电子革命 他说整体方向 这个结界是会越来越弱的 因为没有这个 旧帝国的维护了吗 他们为什么不来维护 不 旧帝国按照他的说法 是已经被他们灭掉了 没有了 就至少在他们 现在这个区域里边 是没有了 他说旧帝国最早 送到地球的这些灵魂 大概在四十万年前送来的 在旧帝国之前 还有什么其他的文明 他就不知道了 他说这些灵魂来的时候 就寄生在了 类人猿的体内 所以只有类人猿 和其他动物不一样 表现出了突飞猛进的 一种发展 是因为他们灵魂不一样 都是不一样 对 它次数比较少 所以很快的时间 就在地球上建立两大文明 一个是亚特兰第四文明 一个是雷姆利亚文明 但是由于猿猴身体 死亡的速度非常地快 所以一死一次 他们就要被洗脑 一次一死一次 就要洗脑一次 所以他们这个文明发展速度 一下就降人 就没有什么发展 合理 后来就越来越慢了 这么回事 就是说为什么 远古传说中 那些都是神 贼牛 都特别厉害 现在人都不行了 就变成人了 不是那些人有多神 它和我们是一样的 灵魂是一样 只不过他们那个时候 记忆多一点 我们还被洗得干净一点 那灵魂的数量是一定的 是一定的 宇宙中灵魂的数量是一定的 就没有新的灵魂 不会产生新灵魂 也不会磨灭 那这些灵魂都是从哪来的 在宇宙诞生之前 就已经有的 他们其实也不知道 宇宙之外究竟是怎样 他们只是知道 宇宙有好多个 灵魂可以在宇宙之间穿索 就是我们这个灵魂 也可以到别的宇宙中 然后我们这个灵魂 产生的宇宙就和别的宇宙融合了 那个宇宙就开始膨胀了 那他们不说 我们现在这个宇宙 每个灵魂融合 然后最后宇宙越来越膨胀 对 这是我们的这个宇宙 但是他说灵魂是一定的 我们一直就是这么多灵魂 从别的宇宙来的 别的宇宙就在缩小 我们这个灵魂 也可以到别的宇宙去 并不是我 对 但是灵魂在两个宇宙之间 穿梭的时候 记忆会消失 就是记忆会中断 就是你不记得另一个宇宙的记忆 你只有这个宇宙的记忆 他说亚特兰基斯文明和雷文尼亚文明 虽然发展速度越来越慢了 但是有以前人的基础的话 按理来说就慢就慢 也应该是非常高等的文明 但是很遗憾的是 在这个两个文明发展了几十万年后 也就是在大概公元前 一万一千六百年的时候 地球的两极发生了一个移动 造成文明的全面毁灭 就是产生大洪水 所有人又重新隔了一遍 就再起不来了 其实还好的就是 这次文明毁灭之后的下一波人 造了金字塔和神人面相 就在公元一万一千年 再后来就不行了 到我们这就渐渐的不行了 而吉萨的三大金字塔 之所以指向猎户座 是因为猎户座是旧帝国文明的中心 是在那个方向上的 他们想回去啊 因为我们原本是旧帝国的人 说白了 我们和这些外星人 他不是一个族的 我们是旧帝国的 只是我们是反抗了一会儿的 是艺术家 懂了吗 为什么选择地球作为监狱 这是有讲究的 因为地球是一个 很罕见的活着的星球 就是活着的星球上面 什么东西都是有寿命的 非常不稳定 就经常会有海啸地震 然后上面生物的寿命也比较短 特别适合用来囚禁灵魂 他说其他的星球 像月球那种太稳定了 他们都生活在这极为稳定的星球上 不会选择一个不稳定的 或者有天灾的地方生存 他们一定选择一个非常稳定的星球 他们需要资源 不需要非自己星球的采取 宇宙里面有很多星球都可以去采取 像地球也是一个很大的矿 因为它可以产生很多的资源 但也适合用来囚禁灵魂 外星人访谈大概就是这样一个内容 他又说了很多 真的有点像科幻小说一样的内容 特别多大家有心里可以自己去看一下 那么这个外星人访谈整体是在7月31日结束的 也总共进行大概十几轮的访谈 结束是因为一个意外的原因 就是我不说后来外星人就一直在自己说 不回答问题 军方就把他打断了 你不要说了 你说的东西对我们来说没有意义 他是不断地在提醒那个马快乐一 你是谁 他的目的是这个 并不是想回答人类的问题 那军方也能听到他说话 对也知道这些内容 但是军方想更多的知道 就是你们的飞碟怎么架子 什么原理 问这个问题 所以就打断他了 说你能不能回答我的问题 他不回答 结果军方对他使用了电信 就电了他一下 但是军方说我只是用了微电 没有用太强的电 没想把它电死 结果这一电他不动了 而且意识交流就中断了 马克力说当时这外星人被电击的时候 他是在现场的 但是他没有反抗 虽然他觉得这非常的不好 他为什么没有反抗 他觉得在这个时候 如果我站在外星人的立场上 对他是没有任何好处的 所以他一句话没说 即使他内心觉得这个事情非常糟糕 军方也知道他是米拉罗那 军方不知道 那为什么呢 这个没有出现在 就是他这个问答的过程中 是他死了之后 又联系上了一次这个马克力 这个外星人死了之后 他和这个外星人就没有交流了 然后军方呢 就让他接下来几天 不停地和外星人去接触 看有没有机会再连上 结果两周都没连上 这个项目就结束了 外星人被运走了 运到哪去 他是不知道的 他也以为这个外星人死了 而且这个外星人死了之后 军方对他 就是马克力一进行了测谎实验 甚至使用了土针剂 他说我是个护士 我知道那个东西是什么 结果是他通过了测谎实验 就是说他说的都是真的 那么外星人既然死了 军方呢 在第二天就给马克力一发了退伍证 而且给了一大笔退伍机 给他安排了新的身份和工作 让他回老家了 即使他当年只有23岁 就退伍了 领而养老金了 但是签了一个保密协议 保密协议中说 你永远不可以对任何人提起 在服役期间中 看到听到和经历过的事情 不然将被视为叛国 被处于急刑 而马克力一在离开军营的前一天晚上 突然艾尔联系到他了 他听到一个声音 艾尔跟他说 我很好 我已经回去了 你其实是安努纳奇的一员 所以我才跟你说了这么多 但是我们现在没有办法 把你解救出去 你再稍等一下 在地球再稍等一下 我们想办法 那他选择安勒斯 是不是找到方法回去了 谁知道呢 那都是60年后的事情了 在这期间 他们再也没有交流 在这个书上就没有体现了 让他回去了 对啊 有可能 通过某种方式让 我们就期待一下 下次节节节络的时候 就牛了 不被捕梦网抓到才行 就算不被捕梦网抓到 帝国也不存在 又不能去教会人的 还不如在这好好生活呢 还有道理啊 哈哈哈哈 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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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